凤凰每周快讯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您健康的选择大甜豆瓶联合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让我们下来关注一下头条新闻 美国务卿克力13号在华盛顿与意大利的外长 盖莫里尼举行了双边会晤 双方呼吁各方保障乌克兰5月25号的大选顺利举行 克里警告如果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大选 将会面临更严厉的制裁 另一方面 尽管美国的商品零售 在3月创下了4年最大的涨幅 但4月商品零售仅增长了0.1% 不如市场预期 这也让分析机构下调了对美国第二季的经济增长预期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在国行响云 地球公转 我的节奏自转 我这个人呢 非常注重生活品质 又爱户外运动 工作之余 我喜欢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听听小鸟叫 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 是件特美妙的事儿 当然 除了戒真之外呢 我也非常注重饮食 每天一杯大甜豆浆补充营养 大甜豆浆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 欢迎回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911纪念馆5月21号即将对外开放 今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了启动仪式 报道称 这个纪念馆展示了1万多件纪念品 23000张照片 1900件口述历史 还有500小时的电影和录影 在展品中 有一节从纽约世贸中心拆下来的楼梯 被称为生存者的楼梯 因为纽约世贸中心遭飞机冲撞起火后 很多人利用这个楼梯来逃生 在展览场地 还有一根世贸中心留下来的柱子 上面贴满了学人启示以及搜救人员写下的文字 911恐怖袭击在2001年发生 两架客机撞向了世贸中心 造成了2700多人遇难 经济方面消息 美国电信巨头AT&T 目前正在洽谈并购全美最大的卫星电视业者Direct TV 交易价值将近500亿美元 消息称 该交易最快两周内就会排版定案 若能并购Direct TV将有助于提高AT&T的现金流量 可用来投资宽频网络设施 搭受自家的电话无线与高速宽频网络服务 同时也能将业务扩大到拉丁美洲的付费电视业 带来更多的营收 AT&T与Direct TV联手后将衍生出及无线付费电视和宽频网络领域 为一体的超大电信公司 彻底地改变美国的电信业的面貌 进而改变美国家庭日常通讯视听娱乐的方式 根据双方仍在商议的计划 Direct TV的管理团队会留下来经营未来并入AT&T的部门 健康方面消息 继美国第二例中东呼吸综合症确诊后 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医院周二表示 接触过患者的两名医护人员 现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感冒症状 其中一人需要入院治疗 另外一人在家隔离并受到了密切的观察 第二宗病例患者本身也是一位医护人员 上周他曾陪一名病人去过奥兰多的医学中心 目前医疗中心的五名医护人员和 国际社会是否需要因这种疫情进入紧急状态 好了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网络加电视加电话的吹风费 超快的呀 为什么不换成iTalk BB呢 我刚从Brizen换成iTalk BB了 怎么样 说快清楚的吧 相当清楚啊 但是号码会变吧 免费保留原号码呀 一个月4块9毛9起 iTalk BB直播全球和全美 只需4块9毛9起 坐机手机均可拨打 快打热线18774825522查询优惠详情 2014福特Fiesta处处领先进口车 因为科技先进 造型充满乐趣 而且燃油效益高人一等 从本集聚最佳的公路燃油经济开始 配上先进的声控技术 皮质座椅以及电动天窗 Toyota与Honda品牌光环快速消退的原因 十分显而易见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下各大平面媒体的消息 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周二表示 美国正在考虑放松原油出口的禁令 因为美国国产的原油产量持续增长 且部分美国生产的原油品质上 不适宜在该国进行本土加工 美国政府在1975年就基本上禁止了原油的出口 此后被允许的原油出口都属于少数特例 例如出口到加拿大的石油 此外也有少量的阿拉斯加原油被出口到国外 美国允许出口的成品油主要是柴油和汽油 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显示 4月中旬 美国成品油日均出产量为360万桶左右 莫尼兹称预计未来几年 美国的原油日产量将接近1000万桶 但他也表示美国仍是一个原油的进口大国 为了力保加州影视业根流当地 并防止相关工作持续外流 加州10座最大城市市长13号联名签署了一封信件 表达支持拓展加州影视税收抵免计划的立法 包括洛杉矶、旧金山、圣和赛、圣地亚哥等 加州10个最大城市的市长 透过联名签署的一份信件表达对拓展加州影视业税收抵免立法的强力支持 在这份联名信件中 市长们强调 拓展加州影视业税收抵免计划 对于加州未来的经济竞争力来说 是一项明智并且谨慎的投资计划 从2009年这项计划全面启动以来到现在 也创造了5万1千个工作机会 并产生了45亿美元的直接支出 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加拿大卑诗省的一家餐馆计划实施无小费政策 成为加拿大首家不收小费的餐厅 该餐馆经营披萨饼和烧烤 位于温哥华岛的帕克斯维尔市 老板琼斯近日表示 该餐厅计划于今年6月2号开业 顾客不用给小费 琼斯把菜单价格提高了18% 并提高了服务员和厨师的平均工资 服务员的食心为20到24加元 每小时 而厨师的食心为16到18加元 琼斯除了付给员工薪水外 还会给员工福利 比如给员工买就业险和养老保险等 对此加拿大餐饮业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怀特就表示 这家店的做法虽然走在了时代的前端 但菜价的提高也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又到了距今华尔街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文投资网的金融分析师 沃润为您提供的股市最新走向 好 各位距今华尔街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三 在最近的几天 我们知道美股是再度的创新 创出了一个新高 而与此同时 对于一些中概股来说 赴美上市的窗口也是再度打开 最近我们比较关注一家 中国的在线旅游公司 图牛旅游网 这家公司也是在最近刚刚上市 而且在上市之后 连续数日出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 是连续的大涨 那么这家公司是为何会出现这样 会受到市场的关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图牛上市之后 图牛的CEO接受的一段访谈录 2014年5月9日 图牛正式登陆NASDAQ股票交易所 中文投资网也在现场 做了跟踪和采访 七年前当时的图牛 怎么有这样的Vision 或者这样的远见 可以觉得这一块是可以发展的 就是在线旅游 包括整个的境外游的这样的package 对 当时我们看到了两个趋势 第一个就是除了机票和酒店之外 休闲旅游将来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我们当时感觉到这个休闲旅游 在预定的过程中 无论是预定跟团游 还是自助游都比较麻烦 然后尤其是这个夏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要摸着这个严寒酷暑 在街上走街串巷的 然后来找产品 那这个找到产品以后 也很难去评价这个产品 到底怎么样 去比较这个产品 那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 来把这个旅游变得更加的简单 所以当时我们确立了我们的使命 就是让旅游更简单 那另外一个趋势 我们看到的是 行业的这个分工 将来会越来越细 当时这个生产和零售分的还不是非常的清晰 那我们觉得这个也会像商品流通领域一样 生产和零售会分开 比方说这个电视的生产和电视的销售 那会是不是会有一家公司来进行 会分开来大家各自专注在生产的专注在生产 零售的专注在零售和服务 那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更多的专注在这个客户这一端 然后给用户提供好的这个体验 然后通过广泛的和我们的供应商的合作 来这个提供好的产品 因为我们觉得世界非常的大 然后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全球所有的地方都做好 然后那一定是会有不同的人专注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然后做深做好 好的 从七年前到现在这个位置 途牛在发展的过程中感觉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 你们在整个发展 现在已经做的行业老大了 我觉得最难的一点就是坚持 然后我们从七年前创立设定下了 让旅游更简单的这个使命 然后专注在在线休闲旅游的这个领域里面 一直到现在 那我们的使命没有发生过改变 我们的这个愿景 我们的定位 然后我们我们的定位是大众旅游 那我们的口号是要旅游找途牛 这些一直从当时创建的时候保持到现在 然后没有中间没有发生过变化 然后我觉得能够从在七年的时间 七年多的时间里面 能够自始至终的专注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 然后不断的改进 不断的改进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也是最困难的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通过过去在七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积累 我们已经形成了很高的门槛和壁垒 然后建立了这个在品牌上面 产品以及服务上的优势 然后这将驱动我们在接下来进一步的 在业务上面不断的增长 然后风格不断的扩大 创业难 首页可能更难 在未来 从这个时间点上市之后到未来 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继续专注 然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我们也相信我们可以继续专注在 在新学生旅游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 不断的改进我们的产品服务 提升我们的品牌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也会有不断的新的机会出现 然后新的这个产品 然后以及新的这个服务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也会不断的去改进和完善 我们现有的产品和服务 然后来这个实现 和伴随整个行业的发展 来不断的这个改进我们自己 您说的新的产品服务 还是在您现在所专注的领域的吗 还是会到别的地方 还是专注在现在的这个领域里面的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美洲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收看晚上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的美洲新闻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关卓然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